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火箭的事情,在这个修萨期火箭的阵容并没有很大的变动,可以说球迷对于火箭的操作不是很满意的,而且对于火箭来说,他们在经历了这个修萨期之后,他们的实力也是有所下降。 反观勇士在修萨期又进一步的完成了阵容的升级,而这样的局面很多人也怀疑火箭到底下个萨季,还是否能够进入细绝的位置呢? 上个萨季火箭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功,得益于保罗和哈登的方回之外,更重要的还是他们阵容体系。 但是阿里扎和巴默特的离去似乎让火箭的阵容体系变得缠弱起来,而在现在的自由市场上,火箭已经很难真正的找到代替他们的球员。 不过对于火箭来说,和他们传出不止一次流言的安东尼,或许在这个修萨期能够加盟火箭,而这也会让火箭得到恢复实力的机会。 虽然安东尼在防守端让人诟病,但是安东尼的进攻能力是肯定能够帮助到火箭的,所以安东尼的加盟或许能够帮助火箭重新进入细绝的位置。 不过对于火箭来说,除了安东尼能够帮助他们走到细绝的位置之外,还有一个球员是火箭所需要的,而这个人就是卡佩拉。 而在谈到细绝比赛里,火箭被逆转的事情的时候,哈登表示希望回到这样的舞台,而哈登是这样说的,我们失去了几个关键球员,但也有机会得到几个重要球员。 只要我们的核心都回来了,成功是为了卡佩拉,我们继续剑部。 那么我对球队很有信心,因此对于火箭来说,他们如果想要重新回到细绝,他们除了留下自己的核心之外,他们还需要卡佩拉的回归,他们需要保持上个赛季的阵容,这样他们才会有可能回到细绝的位置。 而现在火箭的核心保罗已经留住,因此对于火箭来说,他们现在需要留下的人就是卡佩拉。 但是现在卡佩拉的续约合同到现在还没有搞定,这对于火箭来说,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。 不过正如哈登所说火箭是需要卡佩拉这样的球员,这对于他们在下个赛季能够走到更远的位置,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毕竟这个赛季火箭除了无线化防的战术,让他们得力之外,卡佩拉和保罗,卡登之间的配合,也是他们很重要的武器。 因此对于火箭来说,卡佩拉是能够帮助火箭回到细绝的位置的,他们需要卡佩拉。